德州和美国的矛盾已经激化升级了 50个州里有25个州表示支持德州托美 未来呢估计会有70万人参与到这个夺回边境的抗议活动里 这件事情的核心矛盾呀是非法移民问题 在拜登上任之后 他代表的民主党主张多元化 就放开了非法移民入境 而今年呢是漂亮国的大选之年 拜登答应给非法移民发放合法的身份证 而这些人呢大多是穷人 那民主党代表的资本家肯定是很乐意看到的 这样的话他们就有更便宜的劳动力 所以呢资本家和非法移民的穷人肯定都会支持拜登 可是呢这600万的非法移民啊 几乎全部都进入到了跟墨西哥临近的德克萨斯州 而这个州的州长阿伯特本来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再加上他也不同意贫苦移民进入到自己的地盘 妨碍自己人民的利益啊 所以呢就在美墨边境线设置了铁丝刀片王 并且允许德州警卫队对非法入侵者进行逮捕审查 但是后来呢拜登跟他闹上法庭 而且险胜就派出了联邦军队去把铁丝王给拆除了 可是德州自古以来就是鸣风彪悍的地区 好吧你这边拆一条 那我那边就见两条 反正就是跟你对着啦 甚至还拉来了坦克装甲车 振臂一呼还得到了起码25个州的支持 这事目前看起来挺难办的 其实德州敢这样跟拜登以及联邦政府叫板 他是真的有底气和实力 首先呢从这个土地面积上来说 79万平方公里已经超过了64万平方公里的法国 再其次呢 他的人口和军事力量在全美各州是排第二的 全年GDP两万亿 单靠自己就能挺进全球前十了 而且当年德州是自行加入美国的 宪法第一条就说明了 德州是一个自由且独立的州 仅服从于合众国宪法 换言之 如果说德州的自治权受到了损害 那么就有可能会脱离开美国这个联盟 并且呢 德州他对于枪支的管理也是全美最宽泛的 允许无证持枪 州长还表示这就是自由啊 大家熟知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就是在德州长大 他先做了德州州长 然后呢又做了八年的美国总统 他在任期间啊 那作风是强硬的很 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德克萨斯州人的作风就是如此强硬 目前呢 德州的脱美运动 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请权签名 可以在今年三月 共和党初选当中将该州脱离美国问题呢 列入选票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局 只能说希望一切都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吧